比如说我们七点半奖金 七点半以前是什么 又是低音 七点以前是什么 六点半 六点半以前三点 三点中午十二点 那你推不完 我们七点半开始奖金 推论下去低音找不到 而这些音只是万千音言条件的暂时计合 而每一个音言又可以隐身 发展出绵延无尽 更多的音言来 如此循环不惜周而复始 你将永远找不出一个固定不变的低音 低音就是假设 假设才有低音 假设才有低音 今天七点半我们开始奖金 今天七点半 那是意识形态观念 用假设的 有一个重东西 其实事实上没有 我们在这里聚会 主要好好的观想 百年后 大家剩下一堆骨头 主要你务必要好好的观想 现在在座所 主要的都是一具骷髅 百年后 我们也坐在文书讲堂 我也坐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具骷髅 骨头 一堆白骨 坐在这个地方 我不可能活一百岁 不可能再活一百年 你们也不可能再活一百年 好好的观想 通通用骨头 一具一具骨头 坐在这个地方 里面空空的 通通一堆白骨 好好的观想一下 哇 一楼是通通白骨 二楼也通通是白骨 一堆白骨 我会立法师 也是一堆白骨 你就会发现 真的 万法无有真 理假一切真 六祖讲的那句话 万法没有一样是真的 理假一切真 放下的意思 你一定要放下这个假象 要是世间有追求 有快乐可追求 我会告诉你 但是实在找不到 不必把自己搞得这么忙 随眼吃 随眼住 随眼上班 随眼赚钱 记得放下 哎呀 师父我这么忙 很想修行 为了三餐 为了儿女 没办法 这就是你的子 这就是你的业 很想修行 为了三餐 拖着你 卡住你的时间 想来用功 听见文化 就是这样子 这个接触是业啊 所以在座诸位 看来这么简单的 一个奖金的 红法的法会 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 很难 这种因缘真的很难 还得你肯来 还得你健康 还得凑处是时间 经济上还过得去 还得你先生 你老婆答应 要不然回去 出来的时候还要骗她 我去买一点东西 其实偷偷跑来天津 没办法了 修行啊 碰到这个善因缘太难了 底下啊 所以你将永远 找不出一个固定不变的低音 人生短暂 生命无常 如果你还是要钻牛脚尖 那么当你还没有追求到 宇宙低音的答案的时候 你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 在佛经里面讲 什么是低音 方便说 就是动念 一念无名 动到执着的念头 动到维系的执着的分别的念头 就叫做低音 要不然你找不出低音了 好了 我们休息啊 15分 让大家上个厕所 休息一下 喝喝茶 54页 中间 在佛经里 有一段 极精彩的比喻 说有一个人 被毒箭所伤 他的朋友 带他去看外科医生 假如当时那个人说 我不愿把这剑拔出来 我要先知道是谁射我的 我才要拔出来 它是刹地利种 是波罗门种 是波罗门种 或者是肺色种 还是守托罗种 这刹地种就是贵族 波罗门种 就最高的 肺色种 就是士龙工商 守托罗就是下剑种 那么他的姓名 以士族是什么 我没有了解他姓名 士族 我不把剑拔出来 我要先知道 他是高的 还是矮的 中等身材 射我剑的人 他的皮肤是黑的 是中的 还是金黄色的 而我射剑的人 他来自哪一个城市 哪一个乡镇 我要不先了解这些 我不愿 取出此剑 除非我知道 我是被什么 公镜所射的 公镜是什么样的 哪一型的公镜 镜鱼是哪种毛制成的 镜头又是什么材料 所制造的 如此 这个人必当死亡 而不得闻知这些答案 这一段是在 佛在讲士帝法 就出自原始佛教 这一段 注意听 这一段就是比喻说 这个毒剑 毒剑就是比喻 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毒剑就是 我们现在有生死之毒 苦恼 我们现在已经被建设到了 就是我们现在生生死死 就都在六道轮回 活着的时候痛苦不堪 而我们要去找那些没有意义的低音 找那些没有意义的低音 完全对我们现在的解除烦恼 没有帮忙 解除执着没有帮忙 解除这个颠倒没有帮忙 我们 现在重要的 士尊说 我们被剑射到 重要的是赶快把这一剑 这只剑拔出来 知道吧 我们现在被贪嗔痴 这个三毒剑 毒剑射到了 重要的是要赶快把这个三毒除掉 要赶快修行 听经文法开大智慧 这个才是重要 可是有的人不是 外道就不是了 在《能结经》看 因为你们书看的不多 师父的书看的非常多 那什么协富五基 哪协富五基算是 我看的都要用铁达尼号来载 我看的书都要用铁达尼号来载 什么协富五基 我看的 那他帕拉赛 我到现在都还在用功 这一段 重要的 就告诉你 在《能结经》里面讲 就有一个外道了 你注意听 有个外道的来到佛陀的前面 他就问 佛陀 这个宇宙 是有尽端 还是没有尽端 这世界的第一因是什么 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讲 这个宇宙到底是开放式的 还是闭锁式的 人类 它的第一因是什么 连续问了十几个问题 世神说无忌 无忌就是没有 你问的这些问题 没有任何的意义 宇宙是有尽端 我回答你宇宙有尽端 能解决你现在的生脑病时 贪嗔痴的问题吗 不能 我说宇宙没有尽端 或者宇宙有尽端 能不能解决你现在的烦恼 没有 好 我告诉你 生命人生宇宙的第一因 能不能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你没有 没办法 所以世尊对于 没有办法解决 现在的痛苦的根源 没有办法解决 这些内心里面的矛盾 愁忧苦恼 这些贪嗔痴 嫉妒等等这些 痛苦的烦恼的心 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的 世尊说 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重要的就是 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中了这支箭 这支毒箭就是 内心里面的贪嗔痴 生死的毒箭 一口气不来 命都没有了 有的人就是很 很乐意探讨这些 没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不是你每一个人来问问题 释迦牟尼佛都一定要回答的 有时候你看这个大章经 人家来问这个佛陀的问题 佛陀连回答都不回答的 对不对 这个徒弟在旁边 就是愣住在那边 那个外道 他一直问 问佛陀 一直问 佛陀不答 不回答 沉默 沉默就是答案 就是你现在问的这些问题 不但不能解决生死 不但不能解决 你的内心的烦恼 也无意义 你自信的开发 佛陀不答 还有一种傲慢的外道 佛陀也不答 也不回答 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比意 沉默在讲这个苦极灭带的道理 就讲了这些比意 所以如此 这个人必当死亡 而不得闻知这些答案 所以佛教不浪费篇幅和时间 苦苦的去追究宇宙低音的问题 因为追求不出答案的 同时也是对人生无益的 这些跟人们脱离生死老病时的痛苦无关 真的就是这样 没有任何的意义 不然使人从得到宁静解脱的快乐 话题稍微扯远了 现在我们在谈 佛教反对宇宙万物 是由神所创造的 而认为万物都是因缘继合而成的 大学一年级 我看到这一句 我就觉悟 万物都是因缘继合的 真的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色生 也是这样 化学元素所构成的 死后一堆化学成分 我们吸取天地万物的化学成分 转换为自我 使之不放这个假象 色生的假象 以为有一个真我 可是你也不能放弃这个假象 而能够求到正法 你也不可能 绝对没有办法 比如我们眼前的一座山 它是土石之鸡 土跟石头继合起来 湖泊是凹立 汇水而成 我们都知道 大湖啊 大海也是啊 水一干啊 就凹一个洞啊 湖底就陷啊 再看教室的桌椅 这是木匠用木头做成的 如果 我们把土石移开 那么你就看不到山的形状 把湖泊的水抽干 就成了凹地 哪来的湖泊的影子啊 再把木板一片一片的拆开来 请问 朱椅在哪 这些既有形体的东西 佛学上 点称它 叫做摄 就是有具体形状的 叫做摄法 其实这个摄法的范围很大 包括深香味醋 都是包括摄法 比如说阴森 它就是无形的摄法 我们看不到 可是我们听得到 我们看不到 看得到 我们看不到 可是能够嗅得到 比如说香味 比如说我们现在闻到香味 看不到 可是有香味 就是这样 又因为他们只是 因言暂时的计合而已 天地万物都是这样 夫妻也是因言暂时的计合 男女朋友也是因言暂时的计合 我们讲堂也是因言暂时的计合 地球也是因言暂时的计合 整个法界宇宙 对不对 你把它脆为微存 通通是因言暂时的计合体 并不是真实不变的 所以我们说他们是空 空的意思就是 没有永存不变的实体 找不到 这就是佛经上 设就是空的简单道理 然而 佛教说 设即是空 这个空字 并不是空空如也的空 也不是一无所有的空 而是一种含有妙有的真空 诸位啊 这一段没有开悟啊 打死听不懂 你所能体会的 就是一个很肤浅的 我从大学一年级就了解 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 可是随着年龄层 对五年的体会 十年的体会 十五年的体会 二十年的体会 到今天 我进入佛门 三十年 心境迥然不同 这个佛法是很不可思议的 你要到大策大悟 才知道 世尊 他这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就讲一句 言起无自信 一切法悟 我这句话体会了几十年 言起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解释大家都会啊 随便叫哪一个法师 起来讲言起无自信 一切法无我 他都可以讲得 偷偷是道 在诸位里面 在这些护法居士 我随便调一个起来 你们都可以讲得 偷偷是道 我不骗你 都讲得非常流利 可是心境 气不进 气不入 没有办法 弃入那个真正 言起无自信 那个心境是什么 他一句 打尾在那里 没有办法的 你也会讲啊 世间是一年和和的 不是无常的 这都是无常的 这都是无自信 通通会讲 可是那个心境 是截然不同 我只能这样讲 你慢慢体会 这句话怎么说法呢 我且举一个例子 来说明 眼前有一杯水 把水加热后 就变成水蒸气 再也看不见水的影子 但这并不是说 水真的就永远消失 当水蒸气 遇冷的时候 又会还原成水 所以我们空气有湿度 就是这样子 南极 北极 你看都是冰茂 冰天雪地 为什么 一道冷 水气一道冷 此外 懂得化学的人 都知道水是氢氧的化合物 就是H2O 两个氢原子 一个氧原子 换句话说 水只不过是氢和氧 暂时化合的现象 是一体状态而已 水经过电解以后 又会变成氢气和氧气了 以此类推 宇宙的万事万物 没有一件不是因缘 暂时计合生成的 没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 这位 因缘和合则生 因缘灭则灭 因缘善就灭 哪里有创造万物的神 哪有被创造的万物 这句好好的体会 体会得出来 活法就简单 58 第7 活法是因才施教 因地制宜的 什么叫因地制宜 什么叫因才施教 这两句很重要 因才施教 就是看根气 因地制宜 就是看时空 写得好 你要讲经说法 还要看根气 还要看时尽空间 对不对 时尽空间 要是不对 没有用 上帝公也拜 十八王公也拜 观世音也拜 妈祖也拜 阿弥陀也拜 释迦摩尼夫也拜 太子牙 下车 下车 要有行我 也拜 那怎么办呢 你这这个地方 你怎么讲经呢 这个因缘怎么样去 这到底从何说起呢 很辛苦了 真的 很辛苦的 还是要看因缘 佛对众生说法 都是针对不同的根基 随着时空的不同 而假设 也因为教化的对象不同 就有不同的解释 比如对于智慧高的人 佛就告诉他 能够直指人心 明心见性 当下急悟的道理 对于智慧稍低的人 佛就告诉他 行续渐进 按部就班的修行 又如 对于日中明利的人 佛就告诉他 明利皆空的道理 对于消极悲观 认为人生毫无意义 生命全是虚无空患的人 佛就告诉他 人生是难得的 生命是宝贵的 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 以获自幸福和快乐 来鼓励他的勇气和信心 同样的道理 由于时空的不同 佛就有不同的比喻和说明 比如说 台北的人问佛 台中怎么去呢 佛的答案就说 南下 至于回答南部高雄的人 台中怎么去啊 释迦牟尼佛就回答 北上 诸位同样在台中 回答台北的 回答高雄的就不一样 一个回答南下 一个回答北上 以此类推 只要众生所处的地方不同 佛的回答也就不一样 佛法有三章 十二步 八万四千法门 法门就是修行的方法 这些修行的方法 都是为适应众生的根气 为了对峙众生的烦恼而创色的 我一再地告诉诸位 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佛陀来硬化世间 没有一个人能觉悟 一个都没有 包括我在内 今生今世没有听到正法的 我告诉诸位 他会把小事情 变成很大的是非事情 他每天所过的日子叫做 痛苦煎熬 嫉妒 贪婪 苦闷 而且又解不开 打死解不开 我敢这样 下断言断定 没有听到正法的人 叫做不幸 我敢这样断定 没有听到正法的人 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 完全没有 他一天到晚就是搞这个东西 对不对 一个头发 搞这个 每天就是搞这个东西 为了大小 每天都忙这个东西 大有什么关系 小有什么关系 有一天会烂 会烂 会坏 哎呀 师父